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讲师金叶宇峰 我们百极客来探讨一下世界家常见问题当中的重载覆盖与隐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想必大家在参加过面试的同志们都会知道重载覆盖与隐藏 它是我们在考试当中经常会考到的一个知识点 考试当中怎么来考呢 一般会就是问答题或者是回答题 就是考我们重载覆盖和隐藏的区别 更高深的考考法呢 就是让大家写代码来 就是来区别我们的重载覆盖和隐藏 对类这个层次当中的同名成员来说呢 就是他有三种关系 就是我们的重载覆盖和隐藏 理清楚这三种关系呢 不仅有助于大家通过面试 而且呢有助于大家写出高质量的代码 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带领大家来 重点来学习我们的重载覆盖和隐藏 首先呢 看第1个知识点 重载 我们看第1个重载 重载 重载的概念 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只是说是在同一类定义当中的同名成员函数 才存在 重载关系 主要的特点呢 是函数的 参数类型 和数目有所不同 但是呢不能够出现 函数参数的个数和类型 都相同 仅仅依靠返回之类型不同 来区分的函数 这和普通函数的重载呢 是完全一致的 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的话呢 重载和成员函数呢 它是否是虚函数 无关 下面呢我们来 看一下它的这个 举例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个class A class A 当然前面的我们就可以来省略 这是我们省略的部分 当然后面呢也可以省略 而且 我们就来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定一个 虚 虚函数 virtual virtual int function 定一个虚函数 然后呢 我们再来定义 两个function 两个其他的普通的 方式函数 void function int 这是 第1个 第2个呢 void function 它有两个参数 double double 好的 在这里面里面呢 我们就是在 类当中呢 我们定义了 三个方式函数 它都是这个 重载关系 都是这个重载关系 我们写一下 重载 关系的 三个函数 三个函数 对于这个成员函数的这个重载概念呢 他有这个 几个特征 他有几个特征 首先呢 我们看他这个 特征 第1个特征是什么呢 相同的 范围 这个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这个在同一个类当中 在同一个类中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们这三个函数呢 是处在同一个类当中的 这是第1个特征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2个特征 是什么呢 他们的 函数名 必须相同 函数名 相同 OK 再来看第3个特征 他们的 参数呢 不同 参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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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第4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virtual virtual关键字 它可有可无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的virtual关键字呢 对它是不是重载 函数 是 毫无影响的 是无关的 好的 这是我们的 函数重载 第1个 它相对来说呢 比较的简单 首先呢 它这个三个函数呢 它这个都是在同一个类 也是类A当中 然后呢 函数名都是 都是funks 相同的 参数不同 参数个数不同 以及呢 参数的类型 不同 第4一点呢 就是它这个virtual关键字呢 它是可有可无的 把它取消掉 也是毫无影响的 毫无影响的 这是第1个 第一个重载 再来看第2个 什么呢 覆盖 覆盖 覆盖的话呢 它指的是派生类的成员函数 覆盖 G类中的 同名函数 我们给它解释一下 指的是 派生类的 成员函数 覆盖 G类中的 同名函数 它的要求什么呢 要求 两个函数的参数个数 和类型 都相同 两个函数的参数个数和类型都相同 而且呢 G类函数 必须是 西函数 它说 两个要求 这是 要求 要求什么呢 两个函数的 参数个数 和类型 都相同 以及呢 G类函数 必须是什么呢 虚函数 G类函数 必须是虚函数 而在我们重载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是虚函数 也可以不是虚函数 对重载函数 是毫无影响的 而覆盖的话呢 G类的函数呢 它必须是虚函数 这样的话呢 在派生类当中 就覆盖了 我们的这个 虚函数 以我们的这个派生类 做G类 再进行派生的时候呢 后续的派生派生类继承的这个 就是覆盖后的 虚函数的版本 除非呢 在后续派生类当中 对我们的这个虚函数呢 进行重定义 接下来呢 我们来 在例子当中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class A 屏蔽 这是刚才的那个示例 可以给它屏蔽掉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我们注视一下吧 这是 重展 重展 然后呢 下面的是这个覆盖 覆盖 首先呢定一个那个class A 定一个class A class A里面呢 我们上面呢 这都是省略部分 下面是省略部分 OK 我们不用考虑它们 首先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定义两个虚函数 vorsal void function1 它有两个参数 都是int类型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定义 第2个函数 vorsal 返回之类型为int 然后呢 然后呢 function2 它是刹性型的参数 只有一个参数 这是A类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 类b class b 它是 public 就是公有继承于 类a 类b当中呢 在类b当中呢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就是说是定义一个 function1 就是void function1 int 这是类b 然后呢 我们来看类c class c publicb c类呢 公有继承于 b类 类的定义后面呢 需要加上一个分号 ok c类当中呢 c类当中什么呢 我们定义 int性的变量 function2 差型参数 ok 我们来解释解释 它的这段代码 首先呢 在代码当中呢 这个b类当中的 function1 函数 它覆盖了 它的这个g类 a类当中的 function1函数 同时呢 类b 又继承了 类a当中的 function2函数 也就是说 function2函数呢 已经被我们的b类呢 继承了 但是呢 那function1函数呢 是被我们的b类 当中的funk1呢 重写了 再来看c类 类c 它 公有继承了 类b 所以呢 它继承了类b当中的 funk1函数 因为我们funk1函数呢 没有在这写 但是呢 它却重定义了 function2函数 这个对类b 从类a 当中 继承了来的这个funk2呢 这个函数呢 进行了这个 覆盖 我们再来理解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 在b类当中呢 它也有一个函数 是funk2 只是它没有重写而已 它没有把这个funk2 重新 实现 没有重新实现 而 在它的 派生类c当中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funk2呢 重新实现了 重新实现了 也就是说是这个 c类当中的这个funk2呢 对我们 类b 从类a当中继承下来的这个funk2 进行了覆盖 而不是说是对a类当中的funk2进行了覆盖 是对b类当中 继承下来的funk2进行了覆盖 这个时候呢 如果声明 积累a 积累 a型指针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定义个什么呢 我们先把它这个 放到前面 然后呢 把明明 图文件也应用上吧 include 的 l stream 然后呢是明明空间 using namespace std OK 首先呢我们 在这里面呢我们定义一个 a的指针 指针变量 pa 等于newc 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根据我们虚函数的这个动态联编原则呢 就是调用的我们调用的是我们这个pa的funk是1 啊调用p的funk是1 他将执行什么呢 b 类当中定义的这个funk是1 而 他将执行的是b b 类当中的funk是1 而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pa a 兼funk是2的话呢 他将执行的是什么呢 他将执行的是 就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这个 pa 兼funk是1 a 兼funk是1 他这执行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b 类当中的 funk是1 而p p 兼funk是2的话呢 他执行的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执行的是我们c 类当中所定义的 这个funk是2 而对于成员函数的覆盖 指的是派生类函数覆盖 机类函数 他的这个 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特征 有几个有几点 这是重载 然后呢是覆盖 覆盖 他的这个特征 第一点 特征 第一点是什么呢 他需要是不同的范围 不同的范围 就是分别位于派生类和机类 分别位于派生类和机类 这是第第一个特征 第2个特征什么呢 函数名字必须相同 哎 函数名字必须相同 第3个特征什么呢 参数 必须相同 第4个特征 第4个特征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机类函数呢 必须有 Virtual Virtual 必须Virtual 必须Virtual 关键字 必须Virtual 必须Virtual 我们这个Virtual的话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机类函数呢 它是一个虚函数 这样子的话呢 它在派生类当中呢 才能重新实现 才能这个覆盖 这个函数 这是我们关于 覆盖的这个讲解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3个知识点 第3个知识点 我们来看第3个知识点 是什么呢 隐藏 隐藏 隐藏它指的是什么呢 在某些情况下 派生类当中的函数 屏蔽了机类当中的 同名函数 派生类当中的函数 与机类当中的函数 参数相同 但是机类函数 它不是虚函数 这个时候呢 同这个 覆盖的区别 就是我们这个机类函数呢 它不是 不是虚函数 首先呢 它是 派生类中 的函数 与机类中的 函数什么呢 参数相同 但是呢 机类函数 不是虚函数 这个呢 是与我们的 覆盖相区别的 覆盖的话呢 它要求我们机类函数呢 必须是虚函数 而我们隐藏的是要求虚函数呢 它必须不是虚函数 OK 再来看第二个 其实我们这个 派生类当中的函数 与机类 中的函数 参数 不同的时候呢 这是相同的情况下 这是 相同时 相同时 如果说 派生类当中的函数 与机类 中的函数 参数不同的时候呢 不管机类 函数是 是否是虚函数 机类函数 它都会被 屏蔽 都会被屏蔽 就是这个 派生类 中的函数 与机类中 的函数 参数 不同时 不管机类 不管机类 函数 是否是 虚函数 机类函数都什么呢 都会被屏蔽 和重宰的区别呢 就在于我们这两个函数呢 它不在 同一个 类当中 两个函数 它不在同一个类当中 这是我们隐藏 与我们 重宰和覆盖的区别 屏蔽呢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 使用派生类对象 调用它的成员函数的时候呢 机类当中的函数 不会被执行 而执行的是派生类当中的函数 即使传递的 参数 符合机类当中的函数参数列表 但是呢 机类函数呢 它也不会被调用 也不会被执行 编译器呢 就说它被执行的时候呢 编译器就会给出这个错误提示 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把机类的成员函数隐藏了起来 就发现不了了 下面呢 我们来在代码当中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覆盖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隐藏 隐藏 当然我们 刚才这只是举例子 并没有这个真正的给大家实现 实现的话呢 这个funk1 funk12呢 它也需要参数的 我们这没带参数 好的 看隐藏 隐藏的话呢 首先呢 我们定义class a class a 这是类a的定义 类定义当中呢 首先我们定义 public public型的变量 函数 返回之类 返回之为void 然后呢 是函数名为function 参数的话呢 int xp 函数集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cout sp andl 这是 类a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类b class b 它 公有继承于 a类 在类b当中呢 首先呢 我们通过public 来声明我们 公有的成员函数 void function 然后呢 是 差性s 差性s 我们这个cout什么呢 s andl 这是b 类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给大家这个演示一下 首先呢 通过b 类呢 我们定义一个 b类的对象 obb 这是声明一个类b的对象 然后呢通过这个obb 调用它的这个functions 下数 比如说呢我们 输出这个hello 输出hello 然后呢通过这个obb 调用它再调用这个functions2 OK 这个时候呢 编辑呢就会提示错误了 什么呢 发生了覆盖 就找不到我们这个functions 英特了 英特类型的这个试参呢 与我们差 类型的这个 呃形参呢 它是不兼容的 它明明在我们的这个 a类当中呢 它有一个这个functions 英特l 我们一般是也是 b类呢也是也把我们的a类继承了 但是呢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functions里面呢 在我们b类的这个 对象当中找不到这个functions a 形参为英特性的这个方式 functions函数呢 呃这是因为我们这个functions函数呢 呃被这个functions函数呢给隐藏了 编辑发现不了了 呃编辑发现不了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到哪一种条件呢 是我们的这个 呃 派生类当中的函数与基类当中的函数参数它不同 呃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函数参数不同 呃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基类它是虚函数 还还是不是虚函数 呃它的这个基类当中的 呃函数呢 呃都会被呃屏蔽 呃它都会被屏蔽 OK 呃在这个代码当中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functions呢 是不会被呃看见的 呃他就是说是找不到它 而在b类当中呢 我们重载这个functions函数呃重载呃这个functions函数呢 呃它呃它是呃有效 呃解决了我们这一个如果说是我们重载的话呢就可以有效 呃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把它呢直接这个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但是呢我们这一块呢是直接在这里面调用我们a的 functions sp 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呃发现 他的这个functions 呃他的这个functions 呃就通过他的这个functions呢 就是调用他的鸡类 呃b类当中鸡类的 呃他的这个functions函数 这样子的话呢 就呃可以通过我们来这个编译一下 好的编译完成之后呢 我们按住controll f5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首先呢我们输出的是hello 呃第二行的输出是2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hello跟2呢都输出出来了 也就是我们两个函数呢都调用成功了 呃大家呢通过我们这个对 类b的修改过程呢 可以 更进一步来理解我们的 覆盖 重载以及隐藏的区别 而对于隐藏来说呢 他指的是派生类的函数 哎对隐藏而说派生类的函数呢 他屏蔽了与其同名的 激励函数 这个functions 他的特征呢 他的隐藏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来把他这个写一下 特征 说第一个呢 如果派生类 哎就是我们这一块 如果派生类 当中的函数 与激励 的函数同名的时候 就是 如果 派生类的函数 与激励 的函数 同名 但是 参数不同 则此时呢 不论 有无我说 关键字 激励函数呢 都将被 隐藏 这是第1个特征 再看第2个特征 如果派生类的函数 与激励的函数同名 而且参数也相同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 参数相同的时候 但是呢 激励呢 他的这函数 不是 虚函数 也就是说是 没有 我说 关键字 没有 关键字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激励的函数呢 就会被隐藏 激励函数呢 就将 被隐藏 这是两种 情况 一种情况的是派生类的函数 与激励的函数同名 参数不同 这个时候呢 我说关 就不论有没有 我说关键字 激励函数呢 都会被隐藏 第二种情况的是 函数名相同 但是参数 不同 参数不同 参数也相同 函数名和参数也相同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激励函数呢 他 如果是虚函数 他就成 什么呢 就成了 覆盖了 而不是隐藏 所以说这块呢 他不是虚函数的时候呢 才是隐藏 好的 这是我们 这节课关于 重载 覆盖 和隐藏的 知识点的这个讲解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 洗题作业 定义 例A 例B 例C B B 继承于 A C 继承于 B 需要 体现 知识点 什么呢 重载 覆盖 和隐藏 好的 先往大家下去以后呢 认真的 完成我们这个作业 这样对我们 来理解和学习 掌握 重载覆盖 和隐藏的 知识点呢 是极其有帮助的 好的 这是我们这几个关于 重载覆盖和隐藏的 讲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